接下来呢 大家看这个主包 可欲饮水 口肝舌燥 胎虎加人生汤 这个白虎加人生汤呢 石膏 芝母 甘草 根米 人生 金方在金柜里面呢 就两个主方在治疗糖尿病 一个是白虎人生汤 一个是胜气丸 金柜胜球 你如果光耗这两个处方在治 治不好 我今天就要跟主位呢 赌充 怎么样治疗糖尿病 我们遇到病人糖尿病的时候 病人都会渴得很重 消渴 那我处方呢 比如说我们加重 这个三两四两 你看他的体格 一般来说 你开一两下去 大概都到不了 二两三两上去用 像我的体格你可以开三两 大气的用 那姿母呢 厨房 你想想看一个人呢 不断要带着水 不断要喝 肚子又吃了 麦当劳汉堡 吃完以后肚子还是饿 怎么吃了那么多汉堡还是饿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处方加重 加重处方 那这个石膏呢 可以把胃火降下去 为了蠕动减缓 所以说 我们用石膏来减肥很好 这个人家吃 胃口那么大 即使他没有糖尿病 你可以用石膏 白虎一下去 他就 胃口就变小了 所以他除了口渴以外 石膏呢 还可以把胃火降下去 可以让胃口变小 所以说很多人呢 吃了石膏以后 石膏这个 胃里面感觉到好像 被医生做了那个 减少胃 胃缩小的手术 那 比如说你原来可以吃 一餐可以吃两碗饭 就吃了石膏 三两下去以后 病人半碗 你饭情 吃饭情还是肚子还是很饿 但是你开始吃了以后 吃一个半碗 很小一点的食物 胃马上就饱了 很快就饱了 那就开始瘦了 那就开始瘦 石膏 那金方里面在石膏 用壮热 病人在高热的时候 都是用石膏 石膏是白虎 就是阳明的金热症 阳明症出现的时候 全热症 不会看到寒症 看不到寒症 会用到人参 就是补他的经验而已 所以石膏只是去热 真正的精力不足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到人参 那你如果病人负担不起 或者你没有人参 你用党参也可以 党参也可以 那你如果说 今天遇到了病人 老师这个 这个吃了这个汤剂 还是口渴啊 本身这个汤剂呢 大家就可以增加了 比如说这个生地 重用生地 这个挂楼根 三千五千都可以 这个都是 生精止渴的药 老师现在有一个人出来了 糖尿病十五年 那就吃了西药啊 然后西药 那个降血糖的 那个丸剂 没办法控制了 所以吃了那个丸剂 没办法控制 五年以后呢 就开始用胰岛素来控制 注射 把胰岛素来控制 那胰岛素就控制了十年 头头呢 十五年 越用越重 那到我们手上的时候 这个病人呢 两个脚都 好脚已经破个洞了 脚是冰冷的 脚指头都不能弯 好那老师怎么办 病人呢 当你 到了 比如说吃了西药 吃了十年 十五年以后呢 病人出现的状况 叫上热 下寒 这个寒怎么来的 就是累积来的 比如说 他一直在吃胰岛 那个 酱血糖的药 还有一些吃打胰岛素 这个血糖就一直 实际上血糖并没有离开身体 实际上一直囤积在脚上面 脚下面 今年累月以后呢 脚是冷的 冰的 然后 如果不幸呢 他脚又踢了个 踩了个东西 或者怎么样 撞伤 一个伤口在那边 一年多都没有 恢复 指头都开始发黑了 就叫 我们叫New Robert 我不晓得他中文应该翻 红魔组织言 或者Anyway 那病人呢 肾脏又开始摔接 你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他肾脏摔接 因为摔接的时候 肾脏开始摔弱的时候 有两个主阵 第一个就是恶心 第二个 晕眩 晕眩得很厉害 头昏得很厉害 所以当肾脏快要摔接的时候 病人一定呈现 头昏得很好 就躺了 不能动 吃东西都吐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分析一下给你看 中医的观念里面 肾脏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 它会阳顺在塑料管里面 进入膀胱 肾脏膀胱是表里 就是阳热会进去 所以膀胱里面有一个 是阳是来自肾 第二个阳火 是来自小肠的火 另外一个肾脏呢 它会进入胃的下方 所以当你的肾脏功能 很好的时候 肠胃的蠕动会非常好 这跟你的先天的肾 后天的胃 就是中医先天 还有后天的关系 就在这个地方 当你肾脏有问题的时候 阳不够了 变成肾是极阴寒的 阳就是动能嘛 功能就衰弱了 极阴寒了以后呢 这个肾后面是水上去 它不是热上去 那水慢慢多起来 多起来 就为这蠕动就受到影响 你东西一吃下去以后 马上就涂不了 因为水一直上来 然后水上了隔膜以后呢 头就开始昏了 头就开始昏了 你如果病人的脚是温热的 头昏 老师 武林伞症嘛 没错 这是武林伞症 可是它现在呢 不是这样子 没有武林伞 那么简单 我开个厨房 你看看 病人呢 出现是上热 下寒 他即使用了15年的西药 还是口渴 胃口还是很大 然后一般呢 看到这种病人的时候 肚子胖胖了 没办法走路 脚是痛啊 有伤口在那边 就坐到轮椅上面来 又不能运动 也不能动 我就坐到轮椅上面 就在那边等死 因为坐到轮椅上以后 然后还是要胰岛素来控制 运动又减少 运动不能运动 因为坐到轮椅上面 脚又受伤 那是不是恶性循环 体重率越来越大 胃口又很好 对不对 然后还是口渴 厨房 我们用厨房的石膏 三两指数我举例 你们可以三两起架 上面是热的 我们用石膏 下面是寒的 我们用泡腹纸 泡腹纸 像他这种体格三千 像 比如说像 战克销那种体格呢 可能就五千 重金用六关系 泡腹纸的观念呢 是顾胜阳 这个胜阳不够了 胜的阳不足了 我们用泡腹纸来强 来强他的盛养 加强他的盛养 同时呢 泡腹纸又可以顾表 好 顾表 那老师这两个药 石膏呢 是含药 泡腹纸是热药 这两个药 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怎么会放在 一个厨房里面呢 这医生有问题 不是 金方家不是这样想 金方家只要看到 上面是热的 照热是阳明镇 下胶是寒的 我们就寒热要并用 当你寒热要并用的时候 会有一种现象产生 上面是热的 下面是寒的 我们希望一副药把寒热一起去掉 这就是技巧 当你汤器煮完药以后 我们石膏跟副脂煮到一个一副药里面 汤器煮完以后 如果你是一般来说 老师啊 趁热喝嘛 吃饭都要趁热吃 好了 上面是热的 你这个热的一下来 就吐掉了 当然吃不进口 所以我们就想出来 热的药呢 这个热药 煮熟了和热的药 它是冷服 跟病人说 汤器煮完以后 这两个一定要煮在一起 一定要煮在一起 不煮在一起 这两个寒热 没有办法配合嘛 所以说 如果是冷服的时候 这个药进到胸腔 进到胃里面以后 身体感觉到它是冷的 它就会接受 所以泡腹脂就偷偷过来 跑到下面去了 等到胃发现到的时候 泡腹脂你不应该在这里面 我上面很热啊 泡腹脂已经下去了 石膏上来了 所以上热下寒的时候 你寒药和热药 并用 一起去掉 老师他脚已经 冰冷了 不能走路了 要配合什么 去葬汤 去葬汤 那如果是你的 岳母呢 一两对她好一点 对不对 如果那个小人很坏 不能做小偷 你碰到小偷 两钱 她不能去偷东西啊 还是脚还是不会好 对不对 你也不是不帮她 我开厨房啦 可能好了三年才能好 不行 这个很快让她好 加重了一两 因为白草呢 除了活血化一以外 白草可以让血流回心脏 是不是 所以我们用大剂的白草 那老师啊 她脚上有伤口啊 脚都不能走啊 我们有牛膝 这就是本草基里面抓药出来了 那老师上面太热了 下面太冷了 那光靠泡腹脂的话 光靠泡腹脂 这个寒呢 没有办法完全去掉 你可以试看看 所以泡腹脂跟白草 还有甘草 制甘草呢 五钱 这个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少要有甘草汤 那真正要让下降的寒 回头的时候 我们要靠甘腹脂 甘腹脂 这里就出来了 老师怎么会同一个方子里面 你居然用泡腹脂 用甘腹脂 这就是我们很了解药性 我们才会这样用啊 甘腹脂用在寺利汤 就腻的时候 是伪症 病人快挂了 羊药绝了 对不对 甘腹脂 所以寺利汤是不是 甘腹脂跟甘浆草 干嘛要用甘腹脂 甘腹脂一下心脏就跳起来 所以处方在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这种严重的阶段 你那个贵脂 行胸羊 让心脏力量增强羊 贵脂的力量都不够了 泡腹脂 所以就会同一个处方里面 就会出现 泡腹脂跟甘腹脂 病用 当你甘腹脂这种急热的药 一吃下去以后 这个甘腹脂下来 下面整个寒吃会化掉 就是甘腹脂 所以甘腹脂 把一吃下去 心脏的 心羊会撞起来 那新黄就直接下来 到了少父母 这个时候甘腹脂配合什么 贵脂 贵脂呢 只是好像 这个时候在这里的贵脂 只是好像变成 导饮的药 把甘腹脂倒到小肠里面 下胶的羊就开始融化 冰了 羊下来以后 小肠的寒酸就开始融化 事实胜于雄变 病人吃完药以后 脚就开始热了 那你说老师太瘀血了 脚上很多伤口怎么样子 那你可以加 除了牛膝以外 单皮 陶仁 活血化育 我们只要有伤口呢 都可以用三七 如果病人有骨折 骨头断掉后 你才会用续断 否则三七就可以了 好 那 老师 他这个 那个舌头都是黄的 上面太热舌台黄的 石膏跟黄莲 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在里面 两个都是含药 石膏呢 在门去他的口渴 兆渴 阳明镇 黄莲呢 黄莲我一般用两钱 黄莲是解毒 他黄莲呢 这个解毒呢 是到心脏里面去 因为他黄莲是苦味 味道非常的苦 我们说亚巴吃黄莲就苦味 石膏并不苦啊 真正的苦的是黄莲 所以我们会把黄莲 黄情 放在汤汁里面 去补他的 补病人的心 补他的心血 这个苦味入侵 一进去以后 任何的毒跑到心脏里面 等于是护住他的心脉 所以 即使他的肾脏功能很衰弱 很衰弱 你把黄情黄莲放进去以后 这个黄情黄莲就会把 尿的毒解掉 尿毒有没有侵入心脏 看手掌 手掌拿起来看手掌心 劳宫穴 少甫穴 这个中间呢 黑的暗的 清的就是 这个毒跑到心脏里面去 这个时候你就要重用 黄莲跟黄情 那病人恶心想吐啊 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 半夏 半夏来自已有石膏了 半夏 来自饿把水排掉 那胃肠里面有水的 生姜两片 干姜 我们经方家在治重症的时候 时常生姜跟干姜并在一起用 那我前面就介绍过那个补气制湿汤也是有生姜干姜并用 生姜是去胃里面的停水 所以生姜可以止呕 干姜那是温中 胃里面太冷了 蠕动不够 速度很慢 用干姜 所以这个药一下去后 然后病人开始胃气开了 肚子就开始饿了 头昏也不会油了 水排掉了 如果病人有水肿 这个处方好以后 如果病人有水肿 我们加什么 加白竹 茯苓 这个白竹茯苓呢 是完全是沥水 但是你如果没有用温阳沥水的处方 比如说没有加生负值下去 这个下胶的寒化不掉了 化不掉了 一定要用这种温阳沥水的药 这种温阳沥水的药